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家附近有一个垃圾处理厂 差不多每天前来倾倒垃圾的车辆 都会在这里排队长鸣喇叭响声震天 而且这种情况不仅白天有 晚上也经常发生 已经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生活 对于这一情况 他们也用手机拍摄了相关视频 并发布在网上 记者从网上看到了居民们发布的帖子 在帖子里附上了一段晚上拍摄的视频 视频里的高音喇叭持续了有一分钟之久 虽然是由手机录制 但是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 在安静的夜晚中 这鸣喇叭声的威力 在一分钟的视频全程 鸣喇叭声没有停歇 但是画面中看不清楚 远处发生了什么 而记者通过网络搜寻 类似的投诉还有不少 一位网友在去年就有发帖 并拍摄下了在这个区域 白天时段的鸣喇叭声 这段视频是在清晨录下的 依然是震耳的鸣喇叭声 但在视频中依稀可以看到 不远处有不少的大型车辆 正排着长队 网友们介绍 这对面是厦门环卫后坑压缩站 而鸣喇叭声就是来自 众多倾倒垃圾的垃圾车 为此记者来到了视频拍摄地附近 据厦门环卫后坑站 一路之隔的万达公寓小区了解情况 不出所料 这里的店家和居民 都对垃圾车长期鸣喇叭扰民的情况 不突不快 五点就开始了 早上五点就开始在吵 一直在想 就一直鸣鸣鸣 就大概五六分钟 然后这样子时间段 然后过了一会儿 又过了半小时 又开始在集体的又在按 对反正外面都在投诉 楼上各种在投诉 对 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去年就有了 明提根本睡不着啊 感觉就在耳边一样子 感觉声音特别大 对而且是那种 他们这种大车嘛 大车的明提声更大 你是住几老呀 我住三十楼 他们有时候早上六点多就会叫 然后有时候下午晚上四五点钟还会响 我爷爷就去跟他们交 说完都没用 他一直按喇叭就是因为堵车 这个排队 一直地堵车堵到前面进不了 可能前面堵 但是应该是倒垃圾一个过程 他们就拼命地按喇叭 打打打打打一站 前面的有一部案 后面的跟着全部案 就好像好玩一样 打游戏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刺耳的明提声 已经给周围居民的工作生活 带来了极大困扰 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 我们也可以听到 十几辆垃圾车在排队时 长时间高频率 而且往往是一辆带领着 十几辆此起彼伏的明提 那么这明提的背后 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接着来看 上午十点多 在校门环卫后坑压缩站门前 已经有二十多辆垃圾车在排队 已经排到了外面的惊战路上 虽然在现场 没有听到刺耳的鸣笛声 但不少在排队的 垃圾车驾驶员告诉记者 他们在排队时 确实有鸣笛的情况 他们说这主要是由于 排队等候的时间太长了 他们每天工作时间 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点 一天要运 十多趟垃圾到这里 最让他们难以忍受的 就是在垃圾压缩站门前 长时间的等待 有时这一等就要一个多小时 明提主要是给 站内的工作人员听的 每天我们上班都很辛苦 每天都要干十多个小时 来这边 这边很测 你们也知道 是不是 你要应该 压缩站内给我们配合一下 有时排的很长 都是零敌队 为什么要明提呢 如果到十二点多 十一二点肚子饿了 不会灵笛吗 是不是 那灵笛是告诉他们什么 想要传递什么 叫他赶快开 像上一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 对 连路上堵车 我那一趟大概拉了两个半小时 对 那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里面拖头来不及 厦门皇位后坑压缩站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每天这个压缩站要进出岛内 十二家单位 共七百多烫次的垃圾车 轻道的两千多吨生活垃圾 要压缩打包 然后运往祥安东部顾费中心进行处理 但鉴于一九九九年的后坑压缩站 最初设计的垃圾日处理量 仅六百吨左右 现在每天处理垃圾量 是最初设计的三倍多 长期超复合运作 另一方面 后坑压缩站每天有十几辆大型垃圾转车 在祥安与岛内两地转运 只要一遇到路上拥堵等情况 垃圾转运不走 这里就会出现长时间垃圾车排队 我们这边的生产能力有限 我们也弄不过去 因为我们这个车在转运的过程中 如果不堵车 我们很生意回来 这边就好 如果堵车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 于是这些垃圾车司机们 就用刺耳的鸣笛 来排解等待的不耐烦 然后噪声又殃及了附近小区的居民 就这样超负荷运作的垃圾压缩处理站 平于等待的垃圾车司机 苦于噪声之扰的小区居民 矛盾于是爆发出来 主要还是他们管理的问题了 其实你们对于居民的这个投资 你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就是新民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们也说实在的 也不是说 就是说故意去老民是不是 问题似乎很明了了 但这个长期存在的难题 解决办法又在哪里 我们从后坑压缩站方面了解到 目前我是将对垃圾压缩站 进行升级改造 提高压缩运转垃圾的能力 在改造工程完成后 这一系列的矛盾 有望得以最终解决 我们现在的岛内的生活垃圾 进到我们站里的生活垃圾 大概是一天 我们这几天一天 大概是2200左右 2200灯 你知道吧 那我们升级改造 设计这个能力是 每天处理垃圾量是2300 升级改造完了以后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记者小慧 杨仁杰报道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昨天我们栏目报道了 一些餐饮店 开始使用纯化油 来替代液化器的新闻 为了摸清辖区内 餐饮店使用纯化油的情况 今天上午 同安区 安监 建设 以及消防等部门 对辖区内的餐饮店 进行了集中排查 发现一些餐饮店 在使用纯化油时 并没有统一的规范 油气混用现象十分突出 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上午在新明大道上的 江西鄱阳湖饭店 检察人员发现 这家餐厅的厨房里 同时在使用 液化器和纯化油 存放纯化油的油箱 就设置在厨房的旁边 距离灶台只有几米 而且在油箱下方 还堆放着许多杂物 根据相关规定 在同一房间内 是不允许同时使用 液化器和纯化油的 检察人员立即要求 餐厅经营者 将液化器灌搬离 最好是用煤气 油气不能混用 对 你要先整改一下 而在吉安路上的 这家土家酒楼 问题更为突出 厨房内不仅同时 使用纯化油和液化器 在灶台旁边 还摆放着点燃的煤炉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除了油气混合使用之外 这些使用纯化油的餐饮店 储油的设施 可以说是五花拔门 既有相式的 也有桶式的 容量也是各不相同 油箱有安装在厨房中 也有安装在户外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更让人担心的是 这些纯化油 都是由送油工 在现场用油管 注注油箱的 操作上也并没有 统一的规范 一旦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平常我们没了就打电话 叫人家那个送油的人送过来的嘛 他是用车子放在外面 用油管加伸去的嘛 平常使用的时候 他没有跟你们说要注意什么吗 要啊 不能搞火进去啊 不能在那里用打火器去照啊 很多都是油气混用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加油的过程 油它放置的位置 就是太靠近了整个明火 没有单独的设置 在厨房里面拥挤的空间里面 很容易发生事故 检察人员说 纯化油是这几年才兴起的 之前对于纯化油的监管 基本上还处于空白 10月30号 在吉安路上的川菜馆 发生的爆燃事故 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接下去 他们将会对辖区内的餐饮店 进行一次摸底 对使用纯化油的餐饮店 加强监管 同时也希望相关管理部门 能够尽快制定出 纯化油的使用规范和标准 杜绝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记者公家黄超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 从今天起 海舱及每两条 进出岛大站快线开始运行 所谓大站快线 指的是这两条公交线路 沿途停靠的站点 比其他公交要少 从而缩短市民 乘坐公交车进出岛的时间 运行第一天 乘客的反响如何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家住海舱的谢女士和丈夫 每周都要往返五元湾两三趟 之前他们要到五元湾的子女家中 都要先从海舱坐公交进岛 然后在岛内转车前往 一趟路程要花费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 一旦遇到堵车 则花费的时间要更长 新增的847路公交车 不仅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坐上 直达五元湾的公交车 还能缩短了路程时间 据了解847路大站快线 从海舱新港花园发车 途经新港路 冰湖北路 冰湖路后 直接行驶上海舱大桥进岛 之后再行经东渡路 湖滨北路 仙岳路 云顶北路 最终到达五元湾西公交场站 全程大约23公里 沿途只停靠新港花园 湖滨北路 游轮中心 仙岳花园等12个站点 行程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 之前都会到生活区里面 绕一圈才上海长大桥 然后现在不用那么远了 就八四摇 八四摇到东渡湖以山上 这站点更多就是了 现在这个站点更少 更方便 原来大概是六七站吧 现在才五站 目前八四七路大站快线 共投入六辆公交车运行 新港花园站和五元湾西公交场站 两个始发站点的首班发车时间 分别是上午七点十五分和七点 末班发车时间则分别是 晚上七点和七点半 平均每半小时发车一趟 上车采用一票制每票两元 另一条大站快线九五五路 也在今天开始运行 九五五路大站快线的始发站 分别位于岛内七星西路站 和集美软件园三骑 全程停靠特茂商检 集美区政府等十二个站点 始发站首末班发车时间 分别是上午七点和晚上七点三十分 同样采用上车一票制每票两元 记者谢从斌高志强报道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鼓浪雨 台风墨兰蒂给鼓浪雨景区 带来重创 灾后景区迅速开展修复工作 目前鼓浪雨自然生态修复 已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今天起鼓浪雨恢复了台风前的 正常接待水平 截至下午六点半 今天鼓浪雨的登岛人数 已经达到了两万七千人 上午九点多 记者来到鼓浪雨三丘田码头 游客们正络绎不绝地登岛游览 由于已经恢复到台风前 正常接待水平 三丘田码头比景区限流期间 热闹了不少 上岛的旅游团也明显增加 导游们告诉记者 全面恢复接待后 行程安排更方便了 我们这个过渡船票更容易 旅行社也更加方便地购买到 第二个呢 游客来这边也不会因为 现客问题导致什么呢 买不到船票 上不了鼓浪雨 会带着遗憾回去 鼓浪雨全面恢复到 正常接待水平 除了对游客来说 是个利好消息外 游客的增加 也使得岛上商家们的生意 逐渐好了起来 今天早上比那个 前一段时候就是比较好多了 我们在了解明显就乱闹起来了 人很多啊 都很好啊 很开心的事啊 一个大好事啊 因为就我生意做有钱赚啊 记者了解到 台风墨兰地登陆之后 鼓浪雨岛上有 三千多株树木导幅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 鼓浪雨就实行 日限客一万人 在国庆长假期间 将限客人数提升到了 1.5万人 随着景区的逐步恢复 到了10月21号 鼓浪雨管委会将 限客人数提升到2万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目前鼓浪雨景区的 30多条道路已经基本打通 从今天起恢复到 台风前的正常接待水平 在鼓深路这个路段呢 还有这个TUF 这个地质灾害 那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呢 那个路段啊 就是包括鼓深洞 目前那段路是封闭的 那我们也做了相应的 这个安全的这个措施 还有提示 那也是请游客的话 就是按照我们这个 引导指示来出行 另外由于之前 鼓浪雨上的照明设施 受到严重损坏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 轮游公司对游客夜间航线 实行半停航 游客在夜间只能乘船 离开鼓浪雨 而不能登船上岛 但随着照明设施基本恢复 从今天起 下股游客夜间航线 也全线复航 游客可以在傍晚5点50分之后 至第二天首班船前 从轮渡码头登船 前往鼓浪雨 记者雄伟 杨人节报道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在商言商 商人节当然要给广大消费者 最大的实惠 昨天下午 作为本届商人节 重要配套活动的 购时会 购时尚会式活动 正式启动 主办方通过线上薄饼的方式 派送100万元红包 消费者可以把抢来的红包 带到实体店 冲抵消费金额 昨天下午 在盘基民品中心 作为本届商人节 重要配套活动的 购时会 购时尚会式活动 正式启动 主办方介绍 这次会式活动中将派送100万元红包 市民只要打开2016中国厦门商人节的微信号 就可以进入薄饼抢红包的页面 每个微信号每天有三次机会 抢来的这些红包都可以到线下的实体店进行消费 目前全市已经有1069家企业参与了这个会式活动 涵盖百货 商超 家装 餐饮 医疗服务等众多行业 我们参加这个活动 一方面是能够带动我们品牌 厂家内的一些品牌的一个销售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 扩大咱们盘基的一个知名度 那银行的话 也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参与 来提升我们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广大百姓这样的一个意愿 这次抢红包活动 将一直持续到本月6号 到昨天为止 已经有超过12万的微信号参与了抢红包活动 从昨天下午开始 抢来的这些红包就可以到线下的实体店进行消费 目前参与活动的实体店都已经在店铺的显幕位置和收银区 悬挂或张贴了明显的提示牌 告知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红包 记者了解到去年商人节期间 主办方也发放了40万元红包 创造32万多元的实际消费额 记者孔祥鹏 高志强报道 下一节您还将看到货车当客车用车厢塞满了20人 警方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近期市容考评人员在走访中发现 在祥安区算得上是高档楼盘的联合博学园小区外围区间道路上堆满了建材和废渣图 有零散的也有规模可观的 这对于道路通行和市容环境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今天的市容询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在祥安大道以东联合博学园237与古龙地块之间的区间道路上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环联合博学园小区周边被丢弃了大量装修渣土 有零散的也有规模可观的 最突出的渣土带占据了全部人行道和一半的机动车道 长度大概有百来米 还有不少建材堆放于区间道路上 对道路通行和市容环境均造成了显见的影响 也存在突出的阳尘隐患 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这些渣土都为小区业主装修产生 负责小区管理的是国贸物业 物业负责人坦诚 问题存在了有几个月的时间 眼下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缺乏约束的行为 给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 因此他们正着手附近一处渣土堆放点的设置 并也有部分扎土引导至临时堆放点 负责人表示 最迟本周之内 他们会完成区间道路上 所有扎土建材的清理工作 记者刘欧华报道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都知道啊 货车的车厢只能用于载货 但是厦门高速交警 在前天上午的统一行动中 查获了一辆用车厢载人的货车 经过清点 车厢里竟然足足装了20名工人 当天清晨六点多 在神海高速厦门收费站 高速交警拦架了这辆箱石货车 只见驾驶室里坐满了人 经过清点 民警发现 这辆合载5人的货车 驾驶室内却坐了7个人 已经超出合载人数 当民警到车后打开车厢时 密闭的车厢内竟然围坐了20个人 驾驶人林某介绍说 他们是一个工程队 在集每一个工地施工 自己觉得货车车厢那么大 可以坐人 也没顾及安全 就让工人坐在后厢里前往工地 由于这辆货车驾驶室 载人数超过核定人数 以及违反规定 在载货汽车车厢内载人 警方对驾驶员处以300元的罚款 在当天统一行动中 高速交警还查获了 六起酒驾 四起醉驾 经过调查 这些驾驶员都是隔夜酒驾 对这个违法行为人 要进入高速的话 我们就是间接制止 特别是酒后驾驶的 这种驾驶人 我们对他 就是说 依法进行处罚 酒后驾驶呢 就是对驾驶人 处1000块钱的罚款 扣分扣12分 然后扣驾驶站扣半年 就是半年里面不能 不能开车了 记者咸云特约记者 郑锦阳报道 今天清晨四点多 一名醉酒男子 在泥泞的滩涂上 向大海走去 看起来像是要轻生 一名路人看到之后 赶紧帮忙报警 接到报警后 杏林消防中队迅速出警 最终把这名醉酒男子 拉回了岸上 清晨四点多 消防官兵赶到杏林万科金域 华府附近的海边时 正值退潮时分 此时在离岸边近一公里的位置 一名男子在贪图上 不停地向前走 男子的朋友在一旁劝说着 但似乎没有效果 消防官兵快速赶上 这两名男子 届时这名醉酒男子 胸部以下的位置 已经沾满淤泥 两名消防战士 一左一右 驾起这名醉酒男子 强行把男子往岸边拉 记者了解到 事发当时 这名醉酒男子 独自一人往海里走 不时还陷在泥泞的贪图里 一名早起尘跑的市民 刚好路过 他试着下去帮忙时 发现泥泞的贪图比较危险 就站在边上帮忙报警 并高声劝说醉酒男子 不一话 醉酒男子的朋友和民警 消防等人员相继赶到现场 十多分钟后 醉酒的男子被救援人员 拉回岸上 随后 男子被120急救人员 送往医院 行酒和检查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广告之后 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截止到下午三点 除了PM10浓度达到 量级标准外 其他五项评价 环境空气质量的 污染物指标浓度 均达到优级标准 而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56 空气质量为量 首要污染物为PM10 我们再来关注 明天厦门的 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好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 优到粮 首要污染物为 可吸入颗粒物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 全部内容了 今年我是继续上调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并采取新的调整方式 那么这次 有哪些人的养老金 可以上调 具体如何调整 对退休人员的生活 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请您收看 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是小丹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